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风胜地有德克萨斯州 克罗拉多州 还有格鲁吉亚州 一般而言 美国赏风的最佳时间是在9月底到11月上旬的时候 但是不同的地方有略微的差别 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关注各地的枫叶转变报告 下面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美国东部 西部以及南部最佳的赏风之地 美国东部最佳的赏风地的Top1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佛蒙特州 佛蒙特州有绿岭之州的美称 被国家地理评为全世界最美的赏风胜地 全州以枫叶为主森林的覆盖率高达了78% 每年秋天这里会被漫山遍野的秋色覆盖 加上有很多的网红打卡地 还有电影的拍摄取景地 让佛蒙特州成为了美国居民非常热衷的一个赏风胜地 电影《阿甘正传》里 阿甘失去了詹妮之后开始跑步 从大西洋跑到太平洋 从麦浪翻滚的原野跑到红叶灿灿的小镇 这个美轮美奂的红叶镜头就是在佛蒙特州的詹妮农场拍摄的 佛蒙特州赏风的线路一般来说有三条 包括了7号公路 91号公路 还是以及最热门的100号公路 当然 驶入佛蒙特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来调整路线 并不是一条公路要开到底 10月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赏风季 整个佛蒙特州几乎是漫山遍野的枫叶林 你可以开着车在红风里穿行 越往北开 枫叶会越红 看到漂亮的地方就下来走走拍些照片 是非常自由而惬意的 美国东部最佳的赏风圣地的Top2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是缅因州 芒特 迪瑟特岛为主 加上附近诸岛以及是本土的石库迪克半岛所组成的一个国家公园 它拥有海岸 湖泊 高山 冰市地形 巨型花岗岩等等的绝美秘境 有着数千亩的各色树林 那么红叶的颜色也极为的丰富 绵延起伏的山丘 金黄灿烂的树木 美轮美奂的红叶 好似秋日里的一幅油画 非常值得来游览一番 其实呢 缅因州可以说是世界著名的赏风地区 缅因地游客是不计其数 在整个缅因州 五彩斑斓的枫叶将整片的山林染变 大片的橙色 红色 还有黄色的色调摇香呼应 给人带来的是铺天盖地 无处不在的震撼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缅因州的龙虾也是全球知名的 由于这里的位置高 温度与湿度都很适合龙虾的气息 因此呢 这里的龙虾肉质鲜甜 价格低廉 如果去缅因州赏风的话呢 顺道还可以来品尝龙虾 美国东部最佳的赏风胜地的Top3呢 是蓝岭山观景公路 蓝岭山观景公路呢 跨越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全长呢 是469英里 路上没有任何一个车站和交通灯 公路沿着极巅向下蜿蜒开来 延伸到肥沃的山谷 它连接着位于弗吉尼亚州 韦恩斯伯勒的 谢南多厄山和北凯罗大纳州的切罗基的大乌山 经过密西西比东部的最高峰 米切尔峰 这条道路呢 以秋景而闻名 每到深秋的时节 万山红变 漫天红叶 随便一拍呢 都是色彩缤纷 秋季沿着蓝岭山景湾公路自驾游 一路风景如画 非常的惬意 美国东部最佳赏风圣地的Top4是这个伯克希尔山 位于马萨诸塞州和康尼底格州的交界处 它是美国观赏红叶最知名的去处之一 赏风季呢 通常是从每年的10月1号开始 红橙 黄金各色的树木与周围的湖泊是相应程序 绚丽的秋景会让人流连忘返 美国东部除了刚刚介绍了这些赏风圣地之外呢 还有很多很好的秋季旅游目的地 比如说是 尼亚加拉瀑布地区 还有纽约中央公园 华盛顿的乔治城 天际线公路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出名的赏风之地 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就好了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呢 在美国的五大湖地区 由一大一小两个半岛组成 北面的上半岛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密 它南领密歇根湖 北街 苏碧利尔湖 被这个风树是秘密的覆盖 秋日来临的时候呢 漫山的风林迅速染上 迷人的金红色 一些根州的北部半岛呢 拥有700万英亩的森林 在枫叶季呢 枫叶的黄叶 相互的交替铺满了小道 无论是走在哪条街道上 行属于哪条路上 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秋意 除此之外呢 还有湖泊 瀑布等景色 非常值得去游览一下 美国东部有那么多的赏风之地啊 西部也是不例外的 比如说是加州的大雄湖 大雄湖呢 是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10月中旬到11月初 是树叶最为艳丽的时候 所有的树木同时变换颜色 长青树 白杨树 枫树 还有橡树 漫山遍野 将地平线变成一片金色红色 琥珀色的海洋 湖光山色每不胜收 如果你计划在秋日去加州旅行 一定要考虑在你的行程当中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呢 西墨西哥州的环状景观公路 也是不容错过的赏风地 那么环状景观公路呢 长137公里 沿途满是红橡木 黄色三角叶阳 还有苍松 以及是大片的金色的山羊树 那么颜色交织非常的壮观 对于艺术家和探险者来说呢 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圣地了 许多的摄影爱好者入秋之后呢 会涌入环状景观公路来拍摄 这条由峡谷山脉和台地 共同打造的自然器官 美国南部最佳的赏风地之一呢 还有就是范德堡州立公园 在德州哈 那么秋天呢 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天气 而众多的州立公园 就成为了观赏秋叶最好的地方 其中最著名的是 范德堡州立公园的 枫叶国家自然保护区 那么公园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枫树小径 阳光透过枫叶 被过滤成红的黄的 在微风中 随着枫叶一起舞动 美不胜受 新罕布什尔州的 怀特山的阿巴拉契亚小道呢 也是不少人推荐的赏风圣地 周围的山坡 被连绵不绝的这个森林覆盖 入秋之后呢 漫山遍也是布满了 菊成金黄 以及是鲜红的颜色 阿巴拉契亚小道呢 连接着怀特山上的 八处过夜小屋 那么位置是绝佳的 可以从高处来眺望 层林浸染的绚丽风光 还可以搭乘观光火车 一路前行 欣赏美景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 佐治亚州的 阿米卡罗拉瀑布 周历公园 在这里呢 可以欣赏到 深红色和橘红色的秋景 还可以观看色彩于瀑布 和七驱山峰的碰撞 沿着公园的景观 大道徒步前行 一切美景 会尽收眼底 给人一种休闲 舒适的感觉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火好地 我们下期见